这两年被称为是娱乐圈的结婚年 从大小恋到黑白配荧幕上 动人的爱情故事等等都成了娱乐圈的主旋律 最近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说 交往八年的郭晶晶与霍启刚 也即将走进婚姻的殿堂 现在这两个人的复古创意情节已经出炉了 看来之后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关于婚礼方面的更多的消息 这两年一直婚讯传不停的郭晶晶与霍启刚 日前终于将传闻落实 由郭晶晶准婆婆朱玲丽亲口确认 即将向亲友派发情帖 而情帖样式更已经曝光 大走温情复古路线 将一堆新人儿时拨电话的照片放上 寓意共结联礼天作之和 而二人的婚期也独居匠心的选在11月11日举行 郭晶晶的姐妹团更是星光璀璨 在跳水队时的队友吴敏霞与何姿等都将出席 不过此次的豪门婚宴也并非一帆风顺 有消息称因为霍家的争产风波 二人婚礼经费大减 不仅将婚礼地点选在偏僻的亚洲博览馆 宴席菜单也称不上豪华 好在新郎霍启刚十分有心 被爆出一早就前往婚礼场地查看 十分紧张重视 而霍启刚父母霍振婷与朱玲离婚多年 朱玲玲已改嫁富豪罗康瑞 三人在婚礼上的座位又成一大问题 不能入座主人席的罗康瑞 只得由朱玲玲好友叶倩文陪同坐另一桌 看来这场豪门婚礼还真是看点颇多